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赶紧休息吧 陈峰 我真是太蠢了 刚才要不是你 小雪 你为什么要回来 为什么这么固执 为什么 少轩 少轩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儿 小雪 那尊卡我拿了 来 我陪你出去 我一直以为她只是自私 可没想到她居然被比到这个份上 我 真觉得自己 太蠢了 我竟然 会 爱上这样一个人 别这么想 你不过是 刚好遇到一个自私到极点的人 她又那么具有欺骗性 你一时认不出她的真面目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我太蠢了 睡吧 天马上就要亮了 明天周末 你在家好好休息吧 不行 队里还有事 而且 那个会计师提供的东西 可是 可是 孙凯虽然不再当大队长 却是分管行政的副局长 依然是我的顶头上司 我没法跟她翻脸 这事 不能拿出去说的 少轩 我在这里 是我在这里 睡吧 雨丰 怎么了 你醒了 饿不饿 还好 昨天那个会计师收了你的密码纸 是东城超市储物柜的 盯着你的眼睛太多了 早上 我装作买东西 开车过去取出来了 是一张记录了 支撑集团伪标杀人 以及贿赂各级官员证据的光盘 这 这是一件 不折不扣的金金大案 这份名单上的人 几乎占了逃尘官场的半壁精神 这些人不是你动得了的 必须把这些东西送到北京去 你刚刚接任大队长 盯着你的人又多 不能走 还是我去吧 反正我经常出差 去趟北京很正常 而且 我有战友在公安部 也可以通过朋友找中纪委 把资料直接交到他们手上 破案是我的事 我真不想把你卷进来 又想跟我撇进关系 分什么你我了 如果我公司出了什么事 你会救助帮官吗 是不是我也该说 那是我的事 与你没有关系 好吧 是我错了 我道歉 我不该这么想 那我 这样道歉 好不好 你这不是 你这不是傻无赖吗 明明知道 我抗拒不了 美人计 这么道歉 就是天大的事 还不是 还不是 烟消云散 美人计 谁是美人 这个 那个 那个 地球人都知道 哈哈 哈哈 小李 小叶呢 叫他帮我订一张明天早上飞北京的机票 好 陆总 叶英她最近情绪有点奇怪 昨天突然说有事提前走了 今天也没来呢 哦 好 我知道了 那小李 你帮我订一张明早飞北京的机票 好的 喂 风哥 我有点不舒服 今天没来 对不起 都这样了 还叫没事 你还当不当我十大哥 有什么事 你就说出来 我一定帮你 风哥 他走了 嗯 棉宁吗 他去哪儿了 他要去西藏尼泊尔 去寻找他心无处嘴唇见美丽的地方 可是风哥 我怀孕了 可他 可他坚决不要孩子 风哥 我怀孕了 可他 我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 你在哪儿 我马上来 在宿舍 好 你等着 我马上就到 我让厨房炖了汤和粥 赶紧趁热吃 我吃不下 你不吃 孩子也要营养 来吃 小爷子 你是坚持要这个孩子 对吗 我一定要生下来 孩子都六个月了 你怎么一直假装没事呢 你也不跟我说 你要早告诉我 我一定找到那个小子 让他对孩子负责 我不想逼他 孩子是我坚持要的 强行要他负责 未免也太不公平了 我也没有强求他 要跟我结婚 只是希望 可以一直和他在一起 我爱他 唉 小叶子 你的心情我理解 可是我们的国情不同 你没有结婚 孩子生下来 难免受歧视 你的日子也不好过 你又怎么向你的父母交代呢 我会走得远远的 害死我自己能养 等他将来长大了 我爸妈也只能接受了 这不是个好办法 小叶子 听风哥的话 让我来安排 好吗 怎么安排 叶峰 怎么样 到公司了吗 少萱 这边有件急事 你能立刻到集团的宿舍这边来一趟吗 怎么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但这边有件事 需要你过来商量 好 这不太好吧 这是上策 你之前啊 一直跟少萱装成一对 现在有了深运 跟他结婚是最佳选择 放心吧 我不会吃你的醋的 可是如果少萱不同意呢 我可不想勉强他 如果他不同意 那就用中策了 你啊 就嫁给我吧 我宁愿用下策 实在是不想拖累你们 什么话 你是我们的妹妹 你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啊 不知道有多高兴 反正我跟少萱也结不了婚 你们结婚生子 对少萱也很有帮助 这叫做一举两得 并不止是为你一个人 这样啊 那就好 什么事啊 十万火急的 小叶子怀孕快六回月了 那个混小子跑了 小叶子打算要这个孩子 所以 我知道了 如果你认为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没问题 我想过了 这样最好 你们之前啊一直装作一对 省厅的领导和集团的员工都知道 如果小叶子怀孕生子 而你却不和她结婚 对各方面都不好交代 允风 我都明白你 小叶子 我们马上结婚 谢谢 谢谢 好了好了 别哭了 在我心里早就把你当成新人了 以后你就是我的妻子 你的孩子 就是我的孩子 有我们三个大人护着 一定会很幸福的 小叶子是身子呀 也藏不住了 我看 你们明天就去民政局登记 把证给领了 然后通知父母 尽快把婚礼办了 我还是按原计划 明早费北京 好 小叶子 你折腾得也累了 赶紧休息吧 我明早开车来接你 好 这才对 你在家好好休息 我们先回去了 真是没想到 我这辈子还真能结婚 而且要当爸爸了 是啊 虽然事气仓促 但家里有个孩子还是挺好的 最好这孩子长得像小叶子 不要像那个混蛋 不论像谁 孩子都是天使 我都喜欢 欣宜呀 将来一定会把孩子宠坏的 那也没什么呀 我来宠他 你管着就行了 哼 你倒是会打算盘 上我做恶人 你讨好 休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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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条过年挺难约到人的 不过总算通过公安部的老战友 把材料和证据送到了中纪委去了 他也把材料递到了公安部的领导手上 现在我们也只能仅观其变了 目前这些证据还不能构成法律认可的证据链 需要进一步调查 如果能得到上面的支持就好玩多了 是啊 对了 你跟小叶子的婚礼怎么样了 有爸妈他们张罗帮忙 办得挺顺利的 小叶子现在都在家里休息了 我妈在这照顾 那就好 隔壁那套房子 我已经托人买下来了 到时候 咱把两套打通 就方便了 你倒是想得挺周全啊 那是当然 少萱 我有没有对你说 我爱你 这两天没有 少萱 我爱你 我也是 好了 都快一点了 你明天还要赶飞机 早点睡吧 嗯 你也早点睡 晚安 晚安 少萱 飞机晚点了两个小时 我现在下飞机了 房子还没装好 我这几天先住到酒店去 好 我晚上来找你 好 快到了市区了 居然还敢动手 看来是真要置我于死地 喂 李凤 少轩 你们逃成还真牛啊 居然有人赶在市区看枪杀人 厉害啊 废话少说 什么情况 你在哪呢 机场回程的高架上 游戏响动 好 你坚持住 我马上第二人过去支援你 哇 原来前面还有人录过我 火的面子还挺大 尹封 尹封 尹封迅速赶往现场 大火很快被扑灭 两辆事故车上各发现一具烧焦碳化的尸体 据知情人士透露 小型卡车为三个月前报案的备当车辆 而黑色奔驰轿车的车主为知名企业家 云丰酒店集团董事长陆云丰 经亲友指认 车上尸体并非陆云丰本人 陆云丰目前下落无名 有这些消息我们还向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孙菊 干得不错 谢孙菊 新路的这小子我们已经管好了 保护正万无一事 明天是不是把他的小纸剁下来 给岑少轩送过去 剁左手的无名纸戴戒指那个 还是孙菊高明 我这就叫兄弟们去办 新路的 你在北京混了大半个月 都做了些什么 和过去的老战友 喝酒 聊天 怎么 我招谁惹谁了 那就要看 你把什么东西 带过去 什么东西 我的换洗衣服呀 怎么 不能带 新路 别以为你们声东击西 我们就没有注意 我选你还是放聪明点 你应该清楚 我要杀你 一如反掌 要剥你三层皮 也是小事一桩 即使你什么也不说 什么也不肯做 我仍然可以用你 来说服你那个 拼头 让他乖乖的听话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想怎么样 尽管来好了 何必那么多废话 原封 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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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 这是 这是我一个朋友的别墅 你收到了快递 晕过去了 我 带你回来休息一下 这段时间 你下班 就住这儿吧 放开我 我想洗澡 去吧 放松一下 我呢 到隔壁房间去洗 谢爷子 我既然不回去了 要加班 不过你千万别打心 玉峰还活着 我一定会把他救回来的 真是太好了 风哥一定会等你去救他 他会挺住的 公司这边有我照顾着 乱不了 好 谢爷子 我要去 做事了 你 自己先为要注意安全 保重身体 别太劳累 记得 要做沉浅的时候 提前告诉我 我送你去 我明白 你别担心我 妈在这里很照顾我 我没事的 你别哭 孩子要紧 一切都会好的 一切都会好的 你自己也多注意身体 别累垮了 你们夫妻俩 感情还挺好啊 不应该吗 据我所知 你对你妻子也很好啊 她是你真正的妻子吗 她肚子里的孩子 真是你的肿吗 她是我明媒正许的合法妻子 她肚子里的 自然是我曾家的血脉 你是我的 你只能是我的 必须是我的 遵队 陪陈 怎么死的 医生说是突发肾筛截和病腥的筛截 但是这个人的情况早就已经稳定下来了 不可能突然就恶化死掉 我知道了 你们可以撤出医院了 是 岑队 昨夜他只打了一个电话 这是号码 我查过了 是个神舟星 查不到有护 二十四小时监控 中央的调查组已经秘密到逃城了 救出人质 就立即是我 明白 陈队 有个人要跟你说句话 好 陈队 陆总 你还好吗 还好 最近几天 好像打得少点 好看他们 也打腻了 陈队 该怎么做 你心里有数 心路的是死是活 我就看你了 就看你了 少雪 你是聪明人 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吧 是不是 我离开警队 陈队 陈云峰就能回来 陈云峰就能回来 你就这么爱他 为了他 什么都不顾了 这个世界上 人与人之间 并不是只有狭爱的爱情 还有更广义的信任与关怀 爱与责任 陈云峰和我素不相识 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伸出援手 帮我重新站下来 就凭这样的恩义 我为他死了都愿意 少雪 过去的事 就算是我辜负了你的感情 我向你道歉 可你这个人太固执 总会得罪一些不能得罪的人 我当初设计让你离开 其实也是为了保护你 没想到你又回来了 而且还是像你前那样 钻牛角尖 我很担心你 其实你离开警队 对你才是最好的 只要你说话算话 我可以离开 大不了我和云峰集团 做原来的工作 我舍不得你走 少雪 我可以帮你实现你的愿望 这样你答应我 永远陪着我 不会离开 即使我答应了 一旦我的存在 威胁到你的前途 你仍然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我 孙凯 于与兄长不可得见 当初你为了前程放弃我 现在你也只能放弃我 不 现在不一样了 我的根基已经很稳了 儿子也出生了 老爷子也很高兴 会全力支持我 我们就这样在一起 也不会被他们发现的 你还是没变 承认这么自私 我只是太爱你了 我爱过的 是那个正直英勇的光明磊落的孙凯 你变得太多了 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吸引我的人了 我们都会变得成熟 你不也成长起来了吗 孙凯 回头时 你是在关心我吗 你曾经是那么优秀的刑警队长 我不愿意看到你现在变成这样 少学 社会总是在变的 只有你才这么顽固不化 不过 我愿意给你时间 你可以慢慢想 十一点半了 行 我要回去了 你好好休息吧 嗯 人都到齐了吗 是 全部人员都到位了 就是手机跟踪到的飞机仓库 里面的人还在 一切正常 好 我三十分钟后到 里面情况怎么样 有两个暗上 一直没什么动静 里面有灯光 可能有人醒着 好 那就先拿下暗上 按原计划行动 是 开始行动 什么事儿 阴风 我终于找到你了 少轩 我一直在等你 我知道你会来的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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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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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少轩 你到医院了吗 当好了 正准备上楼去 哦 这回我要去产哥做检查 风哥病房外 有我从保险公司过着几个人守着 不会有事的 产检不是后天吗 早上肚子疼了一阵 妈特别紧张 非要陪我去做这个检查 其实也没什么 预产期还有二十天了 是要小心的好 知道了 你赶紧去陪风哥吧 他在病房里 胡聊着呢 好 少轩 你来了 过来坐 怎么了 工作不顺利啊 工作挺顺利的 只是心情不好 森凯明明做了他们的保护森 得了不少的好处 现在居然什么也查不到 只是在年后 调到省监狱管理局当副局长 姚芝如这些人一听说这个消息 肯定是姚锦牙关 不会把他供出来了 他确实是个优秀的政客 是啊 少轩 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是吗 是 唉 少轩 过完春节 我就要去省城了 我知道 听说你要去监管局当副局长 是啊 这对我的政治生涯 是个重挫 少轩 你这次算是出了气了 兄姐 你的确适合当政客 不适合当警察 你在监管局过渡一下 可以往司法庭走 然后再到别的单位 这反而把你的政治生涯提供了新的方向 只是 天往灰灰 树而不漏 你这次洗脱了嫌疑 我佩服你 但是 千万不要你下一次 你放心 那一夜 你对我说回头是案 少轩 我现在 算是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了 这 应该算是回头了吧 你 还愿不愿意为我提供那个案呢 真的想立地成佛吗 那我 拭目以待 少轩 我这次是输在了你的手上 我服 你是我交出来的 败在你手上 实际也算是栽在我自己的手上 我一点也不觉得冤 不过 少轩 你将来办案 少不了要从监狱里提审犯人 我们还有合作的时候 希望以后 合作愉快 我其实并不是一定要把孙开怎么样 他如果真没犯法 那当然最好 我与他的个人愿意算不得什么 只是 他明明有问题没弄清楚 上面居然就这样处理 少轩 这是政治 我们不理解 那就不去管他 你已经做了很多很多 应该足以自豪了 世界上没有识全是美的事 你也不要太过苛求自己 雨风 我做的再多了 也弥补不了 因为我带给你的伤害 你没带给我什么伤害 只带给我快乐 少了一根手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最多就是用电脑的时候有些不方便 得重新练练执法 其他嘛 也没什么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要抨顾 把它打开 你带着我 要抨顾 我给你带着你带着我 那么 baht 我说 我相信一个 你带着你带着你带着了 快 快到乘客来 不是没到余晨期吗 好 我马上来 云峰 小椰子要生了 我先再过去 我跟你一起去 你啊 哪儿也不许去 老实待在床上养病 你 好吧 好吧 给孩子起好名字了吗 起好了 如果是女孩 就叫陈叶云 如果是男孩 就叫陈叶峰 我们三个人的孩子 是啊 我们三个人的孩子 叶峰 我们有女儿了 据说将来是个美人 当时间变淡 看岁月慢慢沉淀 谁的眉眼 留在昨天 多少背叛和谎言 不了了之的局面 然后转身的拒绝 心甘情愿 熟悉的约 熟悉的截边 再也找不会留恋 谁的指尖 划过侧脸 可惜我还是看见 你和他并肯定 忽然之间的怀念 那些从前 转眼 转眼有一天 转眼有一天 又一年 命运是如何的改变 潮心笑诺言 你转眼 转转反侧的无眠 我们之间 太多的欺骗错卷无言 转眼一致愿 全都昙花一现 就只剩那句抱歉 转眼有一天 又一年 命运是如何的改变 敲起敲落眼 一转眼 找不回那些昨天 此后经典 太多的虚言 愚痴愚圈 谁懂烟火的愿 为刹那撕心的切 熟悉的街边 再也找不回留恋 谁的指尖 划过侧脸 也许我还是看见 你和他并肩走远 突然之间的怀念 那些从前 转眼有一天 又一年 命运是如何的改变 这些潮起潮落眼 一转眼 辗转反侧的不眠 我们之间 太多的欺骗 错卷无言 全都昙花一现 就只剩那句抱歉 转眼 转眼有一天 转眼有一天 又一年 又一年 命运是如何的改变 敲起潮落眼 一转眼 找不回那些昨天 自豪转眼 太多的欺骗 太多的欺骗 云之欲卷 谁都烟火的愿 为啥那死心的牵 转眼 转眼有一天 转眼有一天 又一年 命运是如何的改变 敲起潮落眼 一转眼 找不回那些昨天 自豪经验 太多的欲言 欲知欲卷 谁懂烟火的愿 为啥那死心的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